大家好 我是CY 對 我這個頭是燙的 我還挺喜歡我這個髮型的你知道嗎 但我媽特別討厭我燙這個頭髮 但我沒想到我就燙個頭髮 居然會影響我跟我媽之間的母子關係 就現在我跟她站在一起 特別像姐妹 你們可能看不出來 我讀過大學 我是一個醫學生 我是一個成績挺差的一個醫學生 那你知道一說到學醫的 其實很多人第一印象都是 學醫的人都很厲害 學醫的人都很聰明 你是學醫的你 好棒 這是一種刻板印象你知道嗎 但我非常喜歡 我還會努力維持自己這種人設 就有時候我朋友生病了 跑過來問我我根本就不懂 但我都是有問必答的 只要網上查得到 就有一次我朋友不舒服 跑過來問我我幫他解答了 他又特別激動 他說哇塞 CY你真不愧是專業的 你說的跟網上一模一樣 我的同學也會努力維持自己的人設 但他們是真的在提高自己的醫療技能 他們不斷幫病人治病 我就是那個病人 但你要知道 醫學生跟醫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物種 你知道嗎 就如果你生病不舒服了 醫生開藥給你吃 醫生會跟你說吃吧 這些藥吃下去就沒事了 醫學生會跟你說吃吧 嗯 沒事 吃不死的 有時候我都甚至不需要生病 他們就會拿我練手 我記得很清楚 有一次中午 我趴在宿舍桌子上睡覺 我睡醒我就突然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背上多了幾個火罐 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被熱醒的你知道嗎 然後回頭還看到我攝友在旁邊熱火罐 然後就跑掉了 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麼嗎 最奇怪的是我明明記得 我睡覺的時候是有穿衣服的 我真的很害怕生病 在他們面前生病 就如果你生病了 然後剛好那段時間 你們課上在學那個病 天啊 你不知道他們有多開心 爬著對過來幫你看病 就我記得有一次我感冒了 那段時間我們剛好在學感冒 我是不是有看到我一直在那裡 打噴嚏打噴嚏 他就跑了過來 你感冒了 包在我身上 我說不用不用我喝點熱水就好 他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呢 感冒不敢僅致 等下變成發燒怎麼辦 我們還沒學發燒呢 針灸 我們還要學針灸 天啊 那些人一學針灸都特別興奮 上課渣自己 下課渣自己 回宿舍兩個人對著渣 因為我之前是有鼻炎的 有一次我鼻炎犯了嘛 就一直在那裡打噴嚏打噴嚏 然後突然聽到背後 傳來一個特別熟悉的聲音 SY 你鼻炎啊 包在我身上 我還沒來得及拒絕他 他就在我手上扎了好幾針 在我臉上扎了好幾針 我覺得自己特別像那種飯後水果 就全身上下都是牙籤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但很神奇的是 他把那些針扎上去之後 我的感冒不見了 我的鼻塞不見了 我那些不舒服的感覺全部不見了 我暈過去了 我直接整個人暈了過去 他趕緊把我扶起來 沒事CY第一次針灸都是這樣 我說我不是第一次 我是啊 搞到後來我哪怕在宿舍想打個噴嚏 我不敢單在那邊打 我也偷偷跑到廁所 把門關上 把嘴巴捂起來 然後聽到外面開始敲門 CY 你又病了 你趕緊出來我幫你看一下 我說我沒病 你有病 CY你趕緊出來吧 你沒聽過一句話嗎 逃避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但真就可以啊 你知道我大學最開心的那一天 就是我畢業的那一天 我都感覺自己不是畢業了 是出院了 而且我能看得出來我的同學都很捨不得我 畢竟同學一場嘛 我說沒事沒事 以後大家有空可以出來聚一聚嘛 他說那也不用 有病的時候可以出來聚一聚 你知道我現在 在講脫口秀我已經沒做醫生了 雖然我讀了五年的醫 很多人經常就問我 你讀了五年的醫 你不做醫生為什麼 你不做醫生 那你讀那五年 不就在浪費生命嗎 我說我覺得我這樣的人 要是去做醫生 才是在浪費生命 浪費別人的生命 我覺得我不做醫生 才是對病人最大的貢獻 謝謝大家我是雞彎 謝謝大家我是雞彎 在找雞彎 找雞彎 找雞彎 大家好我是王冕 大家好我是CY 我們是東東組合 我們是東東組合 因為我來自東北 我來自廣東 今天給大家帶來一首歌 她好好看喔 眼睛好大 比我還大 Pride 一直都盯着你的方向 盯到我心里小鹿乱撞 你站在你妈的身边 不敢说话 而你妈是我的丈母娘 是我的丈母娘 不是 是我的 我起码还会弹吉他 你会杀 我打听过了 他一定会喜欢我的 为什么呀 我听说他喜欢小动物 所以呢 正好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那我也喜欢小动物 有吗 我经常用他们包养生汤 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 我真的做了很多事 我也是 可是你看不到我 你也看不到我 我把QQ你称改成你的名字 签名也改成你最爱的歌词 我把QQ秀设计成你的样子 于是你注意到了我 希望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听说你喜欢像一个男生 我还照着他的样子 把头烫 可是你心里却只有他 谁啊 所以你看不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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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不到我 快到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站在毕业典礼的礼堂 明天过后就要填个一发 我决定今天一定要向你表白 可你的位置却空荡荡 哎 小方呢 你不知道吗 他他进医院了 为什么呀 因为他复发脑震荡 你看不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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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不到我不到我 十年后的同学聚会 你还那么漂亮 你已经成为了新娘 可我们都不是新郎 酒喝多了 你靠过来 悄悄地对我讲 你说 其实那些年 你做的所有事情 我都知道 你偷偷放在我抽屉的签纸盒 我还留着 每天上课 你会悄悄在我桌上 放一杯奶茶 我还记得你当时有个外号 叫水手 对吧 有时候我经常在想 如果当时你能主动一点 过来跟我表白的话 算了 都过去了 小凡等一下 有句话我一定要对你想 那都不是我 你说的也不是我 你根本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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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 太棒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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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喜欢王宁白的得票情况 爆了肯定 有时以来最高 谢谢 哇 怎么 厉害 厉害 好想采访一下剩下的六位 来没投票的六个人举手我看一下 敢投敢举吗敢举 真有 为什么说一下 为什么对帮我们分享一下 大声喊出来 什么 忘记了 忘记了 等一下各位朋友啊 在这个演员演出过程中可以随时按 然后最后会提醒大家的 非常厉害 然后呢因为三个拍灯 再为王免CV加上20票 炸了炸了 代表作 这个很难超越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代表作出现了 好 大家好 我是大雄 大雄 然后非常开心地来参加拖四 其实拖我秀大会第一季我就有参加 然后当时过了海选 只是我放弃了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 就上节目啊 这不能说 那不能说的 然后段子里面还要加广告 我这个人就是命硬学不来弯腰 你懂吧 所以今年就感谢节目主又请我来 就是 我成长了 我成长了很多 你知道吧 然后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像刚才说了我是个广东人 但是我不太会讲粤语 我是在深圳长大的 其实深圳讲粤语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就大家也没时间学 都忙着搞钱 就是你要让一个深圳人 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他肯定首选西佳佳 抓吧 能搞钱的他肯定先选 对吧 但是我这个人其实不太爱搞钱 我还省钱 就比如前几天从深圳来上海 然后在买那个飞机票的时候 他就一直推荐我买个意外险 我就不买 我从来不买意外险 我就浪费钱 我知道意外险能赔我很多钱 但问题是 如果真的出意外了 我也没有生命去享受那几百万 对吧 我又不希望到时 我家里人在悲伤的情绪中 还夹杂了一丝兴奋 就纯粹了你懂了 但是有个卖保险的朋友劝我 他说大熊我跟你讲 你不买意外险 等到出意外 你就会后悔 就所有时间后悔 对吧 就意外险 他又不是延误险 如果我没有买延误险 但他延误了 我肯定会坐在机场后悔 我会跟自己说 哼 刚才应该买个延误险 但如果飞机已经在空中出了意外 都快要爆炸解体了 周围的人都在大喊大叫 我不可能一个人傻傻坐在那里说 哼 刚才应该买个意外险 你买了 哇 恭喜 你就好啦 死得其所 对不对 不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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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来参加托四之前呢 其实我一共参加过两个综艺 第一个是 一个恋爱综艺 素人恋爱综艺 心动的信号第四季 真的真的真的 我真的是去谈恋爱的 不是去搞笑的好吧 至少我以为不是 参加那个节目之前 我已经单身一年多了 其实有很多人是活该单身的 包括我自己 就是不懂得抓住一些机会 有一次我开车 然后送一个女生回家 到她家楼下的时候 她突然跟我说什么 哎呀 坐你的车头好晕哦 你能上楼陪我一会儿吗 我当时就懵了 因为没有人坐我车会头晕的好吗 我开车贼吻 三年都没被空空分OK 两个钟了 打球了 我觉得她有点不尊重人了 你知道 我那天晚上就没有去她家 我甚至都没回自己家 我一个人在高速上练车 你知道吗 哎呀 应该走了呀 应该走了呀 应该走了 这不挺稳的吗 没道理啊 真的 活该单身 我上一段感情还是姐弟恋 就姐弟恋会觉得自己不够成熟嘛 尤其是她之前交往的男生 又都比她大很多岁 搞得我很不自信 但后来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 哎 我之前一直以为我只喜欢年龄比我大的 但跟你在一起之后才发现 原来我是喜欢长得老的 这什么鬼 我确实我知道我长相很一般 去参加一个恋爱综艺也是挺冒险的 但是那个节目体验还是很不错 就不像我之前参加另外一个脱口秀节目 体验就特别差 因为她会在我的脱口秀表演里面 加一些奇怪的综艺音效 我每讲完一个段子她就会 等人等登 我当时就讲了那个姐弟恋的段子 我说我和我前女友是姐弟恋 嗯? 呃 她之前交往的男生都比她大很多岁 哇 后来她才发现原来她是喜欢长得老的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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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为什么搞这音效我真的 好适当啊 适当啊 所以 所以 能来脱口秀大会第四季 我真的特别开心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更专业的脱口秀舞台 但是 但是 节目组也知道 我刚参加完 心动的信号 居然还敢问我 能不能在这个节目里 也接受炒CP 我说听你们安排就好 好吧 谢谢大家 我是大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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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今天的主题太沉重了 太沉重了 叫别怕 这是孤独 听上去 特别像是个监狱的slogan 欢迎光临 别怕 这是孤独 你只会被关45年左右 我觉得孤独太可怕了 我怎么不怕 孤独太可怕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就知道孤独又多可怕了 你像我在书上读到呢 对 我也读书 很惊讶吧 你讲 坎布怎么会读书呢 他顶多读过说明书吧 读书 也读书 讲的这个小男孩 因为探险 被困到一个缝隙里面 几个墙把他困在那了 然后救援人员找了他 好几天之后 找到他把他扶起来 说小伙子 是什么让你活到了现在 你不会觉得孤独吗 诶 点题了还 你不会觉得孤独吗 那小男孩说 不怕 因为和我被关的 还有一只蚊子 我和他每天聊天 我和他成了最好的朋友 我还给他取名叫Amanda 我就没有觉得孤独 就活了下来 这时候救援人员 才恍然大悟 孤独的力量是如此之大 逼得人类和昆虫 结下了如此深刻的友谊 然后救援人员 就带着男孩离开了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那只Amanda到现在为止 还在那个缝里待着 抽着一叶 什么时候来只苍蝇 什么的跟我说说话也行 然后风口有只苍蝇 这角色塑造的 真不错 我也有一个和这个Amanda 一样的好朋友 它是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狗 它的名字叫做卡利托 卡利托在拉丁语里的意思是 效果文化成本有限公司 我以为养了一个宠物 就会排解我的孤独 知道吧 我以前是孤独的在家待着 现在我是每天孤独遛狗 每天两趟 一趟一公里 无怨无悔 有一次我遛狗遛了半个小时 发现自己没带狗 我真不知道怎么 真的是 我每天就特别孤独 跟我的卡利托聊天 我跟他讲我心血的段子 可能是因为我的段子表演性太强 听完他基本上都是 我说这段不好笑吗 然后他 我说你该会觉得我表演太浮夸了吧 然后他 然后就转过头去看电视了 看电视头我去大会其他人的表演 你干嘛呢 这事情 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你能试着融合一下和正常观众 不像话这帮演员 而且在路上碰到那种其他遛狗的人 是不是就觉得我没那么孤独了 其实根本不会 你们以为那种遛狗都碰到遛狗的两个人 哎 你也遛狗 耶 没那回事啊 没那回事 碰到其他遛狗的只会让我更加孤独 因为两只狗一见面 互相就成最好的朋友了 我们又不能两个人一见面 哎 最近怎么样 看样子不怎么样 是火锅了 火锅 还你了 而且卡丽多作为一只那种小公狗 总是特别有女人缘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任何一个想跟他玩的小姐姐 过来跟他什么 一过来玩 他立马就 那种特别行 那小狗 哎呦 这小狗狗真热情 他这个性格真好 我说 哎 其实我也是那个性格 只不过社会不允许我 这么表达我的性格 我不能在酒吧里面说 哎 姑娘 喝一杯 喝水也行 你我太可了 而且这个卡丽多特别能展现自己的才能 那种陌生人过来 卡丽多坐下他就坐了 卡丽多握手他就握了 卡丽多转转他就转了 关键是我都没教过他这些 哎 我要不拦着我估计他边抽烟 边去度罗车边上死了 都要爱 算跳上去了吗 应该不算啊 应该不算 大家一见到他 他总是小朋友也喜欢他 总是哇狗狗 然后就过去跟他一顿玩 我真希望有个小朋友 哇 孤独的叔叔 然后就过来跟我一顿玩 哎呀 那些路人一看就 哎呀 而且卡丽多就这么说 他已经成了动物界的交际花 每一次出门都能交几个好几个小朋友那种 像我就 我讲脱口秀 在我们小区里 他比我出名 我讲了这么多年脱口秀 结果名气不如一条狗 在小区里面 一进门 进那个大门 那个保安就认识他 知道不 又 卡丽多 回来 然后卡丽多 sup man 然后我跟在他后面进那保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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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们小区的住户吗 我说不是 我跟卡丽多是一块的 你不行吗 卡丽多 我们俩是不是一块的 然后卡丽多 哎呀 那些路人跟我说话 也特别有那种距离 知道不 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跟他玩 哎呀 你可真乖呀 你可真乖 有这个小狗狗 他就要什么名字 谢谢 卡丽多 卡丽多 你可真乖 他今天几岁了 哦 三岁 哎 你是个三岁的小宝宝呀 真乖 真乖 拜拜 拜拜 跟你那狗玩得很愉快 再见 哎呀 我真觉得太孤独了 真的是太孤独了 我真觉得我要能活得像卡丽多 一样就不会那么孤独了 我真的想回到小时候 那种童真的感觉 两个人一见面 什么都不用说 就唱一首 找啊 找啊 找朋友 找到一个好朋友 金格里握握手 你不是我的好朋友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庞博 聊孤独啊 好 我们把气氛 好 我们把气氛孤独一点 其实聊孤独我觉得 想了很久这个主题 我觉得人 最大的孤独其实就在于 周围人对你的不理解 给大家讲一个我特别孤独的故事吧 我最开始刚刚做程序员的时候 刚刚工作嘛 其实上手特别慢 凑败感 凑败感很强 当时我们整个组 解决Bug的速度 还没有我一个人制造Bug的速度快 我在我们小组的代号就是Bug 同时还安慰我说 你这个就是名字不吉利 你看你啊 伯哥 伯哥 Bug 你说你是不是一出声就输在起跑线上 后来我们一度我们领导给我们布置任务 全都是这样 小张 你这个月就开发一点新的功能 小李呢 你把上个月庞博写的Bug都修一修 小王 你得帮助一下小李 他一个人弄得累死 然后庞博 你把这两本书好好读一读 我当时就很难受嘛 我就是跟领导说 哎呀 我真的可以的 他说确实你可以 你可以停一停 你停一停 也许我们就可以了 确实就是很难受 很挫败 我当时就觉得 自己的眼泪已经到太阳穴了 你知道吗 马上就要喷泊而出了 我当时都怀疑 我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是不是就是因为我脑袋里充满了泪水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最大的孤独 别人没有办法理解我的难过 我当时特别羡慕小朋友 你知道小朋友是可以 放肆地表达自己的情绪的 比如在火车上 如果有一个小朋友不开心 他能哭得让整个车厢人都知道 甚至能带动车厢里其他小朋友一起哭 整个车厢人越年轻越热泪盈眶 但我不行 我不行 我是一个成年人 成年人是没有可以一个放声大哭的地方的 我当时只能躲进公司厕所的一个隔间里面 但是你知道公司的厕所 就是大家唯一能自由享受快乐的一个小角落 我刚刚坐进我的隔间里 两边就传来 全军出击 你的牌打得也太好了 我也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 我就在那蹲着 然后这样 这样唾弃了一下 旁边的人还嘀咕 哎呀 一看就是年轻人 别难过 以后饮食均衡就好了 别人不理解 别人没有办法理解 我就只能 坐在那儿 坐在马桶上 我也不敢哭出声来 我就让我的眼泪这样 滴在我的腿上 然后从厕所走出来之后 同事还问我说 你怎么回事 我说没事 就是有点心情不好 没事的 什么没事 你上个厕所 你弄了一裤子 特别崩溃当时 特别难过 我就整个情绪都很崩溃 回家路上我就想 我怎么样 我一定要发泄一下 我就走进了一家KTV 我就随便点了一首歌 我就开始唱 过了一会儿 一个服务员 小哥就走进来 打开门 我们四目相对 很尴尬 他说哥 没事就是 保安让我来看看 他说监控里看着 不太对劲 说 说开业好几年了 头回见到有人 唱个洗刷刷 唱得这么动真感情 他说哥 你别着急 我理解你 我也理解你 我也特别喜欢大张伟 你说他原来 多么朋克的一个人 现在就唱这种破歌 我听了我也难受 我都懂 我说不是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你不懂 我是工作上不顺利 我工作上难受 他说哥 我懂 工作嘛 你看我每天在这工作 我就是在这个KTV 我就看到大张伟 唱这些破歌 你说 你说我多难受 我懂你 我说兄弟 不懂不懂 你只懂大张伟 这就是我当时 刚刚工作的时候 遇到bug的故事 然后现在 其实生活里面 还是会遇到bug 但是其实我已经不会 因为生活里的bug 而崩溃了 因为之前遇到bug 我只能自己一个人 去解决嘛 现在好了 讲脱口秀 我可以分享给你们听 可以分享给别人 我给你们讲一下 关于孤独这个主题 我写的第一个段子吧 你们知道 世界上最孤独的动物 是什么吗 是龙丽鱼 因为它是 龙丽鱼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在想 对吧 你跟王剑国学坏了 但是更懂行的朋友会说 这其实是二十年前 吴宗献老师就早就这么玩了 不过冷静一点的朋友 就会制止我们 说这么个破玩意儿 你就不用用这么多喜剧理论 来回分析了 确实不用分析 但是龙丽鱼就是 我写脱口秀时 写出来的bug 不过我说出来 我就不觉得孤独了 也不会因为一个bug 再弄一裤子了 谢谢大家 我是方波